我們看這個立體六 它要假設每一個銅原子中 有一個參加漂移的自由電子 經有截面積是0.1平溫公布的銅導線 通以電有一安培 則自由電子的漂移速度 假設銅的密度是9 然後原子量是64 這裡應該還要加一個 咬和加結常數 銀墨粒子的個數是6.02 乘以10的23次方 這樣的話 電子的漂移速度 是等於電流密度 再乘以電能密度 就是N1 那A的話是 單位體積裡面的粒子數 這個Z的話是等於I除以A 這是I N1A A的話是0.1 現在問題是 單位體積的粒子數等於多少 就等於銀墨的粒子數 就等於銀墨的粒子數 除以墨體積 那墨體積是多少 銀墨的體積齁 就等於銀墨的質量 除以那個密度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就等於N0 乘以V0分之1 M0分之2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那個 I 除以EA 除以N 除以N的話就變成乘以N0 M0在上面 再除以N0 然後把它帶進去 I的話現在是1A M0是64克 E的話是1.6 乘以10的-19次嗎 再乘以那個 橫結面積 橫結面積是0.1.2公分 再乘以N0 1m0的粒子數 6.02 乘以10的23次嗎 再乘以那個Row Row是9 好 那這樣把它算一算 然後 這其實是六四 除以1.6 再乘以這個 除以這個 6.02 再除以9 等於 0.738 7.38乘以10有多少個1 這乎19乎20就是20 20減掉23 所以是乎3 所以應該是7.38乘以10的乎4 應該是7.38乘以10的乎4 乘以10的乎4 應該是7.4 答案要選1 約是7.4乘以10的乎4次方 這個公分 每秒 答案選1